当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制作好这个影片 制作好这个影片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接受挑战 接受什么挑战 让别人能不能找到呢 举例来说 我们就到Google搜寻引擎 好 那我刚刚的影片名称叫做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的网站 我已经打了很多很多这个字了 有看到吗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有看到 所以点它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部影片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再说短一点 例如说 假设它今天不是打国立阳明大学 它是打YMU 为什么可以找到关键字 记不记得我关键字里面我要打YMU 好 那当然如果 YMU网站 找不到了 可以吗 所以请各位 稍微站在那个使用网站的人的立场 来去思考如何他下这个关键字 因为当你今天在搜寻前打的字 这绝对都是希望你在关键字里面已经打进去的 好 所以如果说他今天打YMU网站找不到 那建议各位 我们是不是 我们如何找到 好点它 然后这边编辑影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输入YMU网站 缩存 然后接下来您看一下 我在这里 假设我现在回到Google咯 然后我就直接输入YMU网站 还是找不到 我刚刚是用大写了 应该也找不到 可是 可是我觉得找不到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YMU 这国立阳明大学 它有 只要是公交机关 它都有最优先放在前面 所以我前面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个什么 如何找到 就直接挡掉了 它其实是去找那个 如何找到 就是 如何找到 YMU网站 它全部都放进去一起去找 反正就是 请你把适当的关键字设好 好 好 好